回到第二節的經濟餐餐 今天很高興邀請了我團隊的資深同事 資深分行經理石永彤 以及營業經理周雪中 我真的看著他們這七八年的成長 其實他們都破了很多公司的紀錄 做得很好 當然不是說一來就會做得好 中間一定有很多的困難 剛才我們說到入行的時候 感覺上好像困難不算很多 其實我也想分享一些 為什麼呢 可能他們本身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說 有些人說我銷售很困難 但可能未必是因為銷售很困難 可能他本身代人節物方面 可能是有些不足 令到其他朋友未必那麼容易信任 但這兩位同事 或者朋友 他們本身的代人節物是很真誠的 即是你去接觸 你會覺得這個人是很大了一條心 即是很直接的狀態 所以他們建立信任是容易的 但你建立信任是容易的 這行本身是很困難的 特別是這幾年疫情 也可以分享一下這幾年 其實疫情對你有沒有什麼影響 對保險的情況 我覺得疫情有幾件事 很大影響到這一行 第一件事就是封關 如果做內地生意的團隊 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記得來香港也要隔離 那時候有限聚 有四天限聚等等 我記得那時候有去旅行 我回來香港也要隔七天 或者隔三天 其實都很影響到 如果做內地生意 我也隔過一次十四天 是很辛苦的 所以那時候顯得 如果你是擅長於做本地生意 其實是很影響 如果是好的影響 如果對於做保險業的 第二件事在疫情 就是令到別人更加關注自己的健康 特別是初頭肺炎 其實是有機會入到ICU 甚至真的有機會有過身的個案 所以現在更加有講 平時有長身官 會有後衛症 所以那些人的保險意識 都會強了很多 我覺得第三點 第三點就是 因為那時候人們沒有什麼時間去旅行 沒有得去旅行 然後就沒有什麼地方花錢 變相他們存錢的意識又會高了 我看到你有很多旅行基金 沒錯 沒錯 意思是有好又不好 很正面 將危機 阿Wing呢 疫情三年 是否變成網上特紅人 還是怎樣把握機遇 其實真的有些新的轉機 首先疫情沒有辦法 大家都不想 其實看到各行各業 生意都會下滑很多 但是偏偏就是保險業 就是出現剛剛鐘仔說的 是有些新的機遇 可能人們的危機意識高了 我自己覺得保險業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很受經濟環境 或者這些疫情環境去影響到 反而是因為這些事發生的時候 保險業反而更多人去注意 所以當時我們就很感謝Lestar Lestar的前瞻性 就是令我們做到網上生意 去轉型轉戰網上 所以當時我們就把握這個機會 在網上做很多推廣、廣告、宣傳 其實當時看到港大的市民 是會對保險意識高了 因為突然之間是面對死亡那麼近 或者面對大病 是覺得來得那麼近的時候 反而他們是以前不會買那麼多 疫情期間都會主動再找我們 去安排多些保障的東西 還有存錢也是 因為保險是最穩陣的 可以幫助錢去增值 所以當時因為人心惶惶的關係 反而造就了我們在保險業 做到更好的成績 但是業績更好了嗎 好了 這幾年我們都整體業績更好了 找到方法去做 其實兩位說出來是輕鬆的 其實起初剛開始都是摸索 都是試試 摸著石頭過河 其實困難是很大的 我們本身是做人的生意 但是一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又不能見面 又不能哭 握手又不能握手 還有最難捱的時間 應該是晚上都封了 禁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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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見面 社交活動全部都停止了 沒錯 其實那時候都是困難的 可能很多時候 後來 現在說回來 當然捱過了 但其實都有很多捱不過 我看到有些公司的團隊 真的疫症的時候是零 整段時間都零 有些是做內地生意的 直接回到深圳 回到大陸 沒有回來 疫症期間 一年多沒有回到香港 所以其實都會是一個影響很大的 不過剛好 就是兩位 我們叫做找到一些方法 或者可以分享一下 即是怎樣去轉型 就會變成 唉 捱過了這一關 你做了些什麼呢 首先本身就是 好多謝Lestat 因為你創了個鮮河 本身就是 那個Head團隊的IG 是一個很好的仿效對象 即是本身有出post 或者出不同的活動 令到一個啟發 我也分享一下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轉型 其實那時候 你想像一下 政府很多事情都不可以做 我們其實公司 都是建議我們 當然不會限聚 我們一定是跟隨政府指示去做 我自己 但我真的很喜歡做事 然後自己 都保持自己回到公司 在自己的房間裡 其實正常是沒有事情做的 但坐在那裡 想一下 沒有事情做 不行 都要做一下 我們玩一下 IG Facebook 跟人聊天 參考一下外國 其實很多 其實是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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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人家做到網站 我們嘗試一下 雖然 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們是做人的生意 一開始想的時候 你要碰到一個人才行 但都要做一下 嘗試 所以偶了 一個多月的時候 就在那裡打電話 中間一定試了很多不同的挫折 但我覺得好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我們走了 打電話 讓他們看到 原來其實都可以吸引一下 attention 所以大家就開始去仿效 所以對你來說 最大的困難 轉型是什麼呢 我自己也是辛苦 嘟嘟嘟嘟嘟嘟 很多 摸著石頭鑊 是 我覺得很幸運 因為 和美婚車是一個拍檔 就是維維 很幸運 幫我創立這個項目 就是找對方 對 對 坦白說 很多初頭的想法 都是來主題 例如畫畫 例如想很多不同的題目 等等 其實可能 有時最困難就是 可能是 初頭的建立信任問題 可能是 他始終跟你素未謀面 他為什麼要先相信你 為什麼要先約出來 第二就是 約出來也有難度 那時候也有疫情 這個是比較 其中一個 初頭的其中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這樣 石榮呢 其實一開始 為什麼會有網上這個想法 是因為 多謝Leicester 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限聚令 不可以回公司開會 其實Leicester 就馬上轉型 就變成我們搞Zoom 用Zoom去開組會 然後開組會的時候 Leicester都很好 還會派獎金 我們團隊是很開心的 但因為這個開組會 轉了用Zoom 我們就開始想 其實我們是不是見客 都可以透過網上 去接觸客人 我也是跟我先生一起做保險 所以我也是很開心 當時在結婚當中 跟我先生一起打算 搞完這個項目 就是在我們結婚的時候 就可以推出這個項目 是 我們當時在網上 要想很多 訓練 或者一些 分享的東西 就是轉型 由平時見面的組會 變成在網上 去講 我們講開派獎金 其實我發現 這個也是學了微信 那些搶紅包 對 我們就開始 在我們的Zoom 在Whatsapp Good 好像在Whatsapp Good 在那裡鬥快 發現 其實香港人 那個轉型速度 可以很快 即是聲音速度 其實都很快 因為其實時間 就在 大家想想 怎樣做 我那時候 都有很多 新的東西 我們做了 我們可以下一節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講一下你們兩個的寶寶 這個網上的平台 也是你們的寶寶 是的 愛情結晶品 沒錯